近些年中国的航空装备可以说是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日20,殲20,殲20,殲16,殲15等军用飞机,的相继服役极大的提高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我们都知道设计一款飞机有多么难,但是中国这么多款飞机,像是大风刮来式的相继服役,怎么做到的? 你还真别说,就是大风刮来的,准确的说,是风洞。 航空器的设计是一件非常好选耗力的事情,尤其是在进行飞行器选行时,其飞行器的空气动力不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一直存在一个力大抓飞的观念,认为只要飞行器的推动力足够大就可以轻视飞行器的空气动力的外形设计。 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好的空气动力不足是可以将发动机提供的动力高效率的转变为战斗机在空战中的机动力。 那么怎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空气动力不足呢? 当然是靠风洞吹了。 在风洞的设计标准中多少倍的风洞,就代表着这个风洞,可以模拟出飞行器在多少倍因素飞行时的空气运动让它和整个机体的受力不同等等。 只有经过风洞实验的飞行器才能算是一款合格的飞行器。 可以说,风洞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空气动力学乃至航空航舰方面的基础水平。 在这方面,很多近日分子口中的科技强迫日本可就入了窃。 日本曾经吹噓自己拥有亚洲最顶级的风洞体系。 但是2015年日本设计本国最机密的新山隐形战斗机时,却要送到法国打索集团去吹风洞。 被全球风洞行业嘲笑一通,日本风洞,吹飞机不行,吹牛排是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 而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推进航空工业独立发展的工作,悄无声息的在大西南建立起了有几十座各类风洞组成的世界顶尖的风洞群。 当然了,在这个领域中,世界最强还是美国无疑,但是,中国也在后面紧追不舍,甚至,已经开始超越美国。 据香港《亚洲时报》,9月27日报道,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高速风洞FL62,它容积百1.7万立方米,重量6000吨,速度达25码和25倍音速。 不过,这也不是最早的报道,在去年11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也报道过,中国将于2020年之前建成世界最高速风洞,速度可达12000米每秒。 仔细观察上面的数据,就会信有问题,《南华早报》所报道的速度是2000米每秒,是35马赫,而《亚洲时报》是25马赫,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笔者查询央视于今年3月也报道过相关消息,里面也提到了中国将建成世界最高速风洞,观察者三者的报道就会发现,都提到了一个共同关键点,那就是中国将建成世界最高速风洞。 那么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风洞是哪一个呢?是美国的LensX设备,其速度达到每秒10公里,大约30马赫。 中国如果要做到世界最强,必然会超过美国的LensX,也就是速度必须要超过10公里每秒。 所以,由上面的推测来看,《南华早报》的数据应该更可信,即中国即将建成的世界最强风洞,其速度或让达到35倍因素。 和风洞比起来,风速60米每秒的山猪台风,就像是一个没什么威力的屁。 以这个速度,一台高超音速飞行器,可以在14分钟内从中国飞到美国西海岸,造风速这么快的风洞,中国用来干嘛? 它的直接意义,就是助力中国的六代机,与高超音速导弹研发。 首先是给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所带来的好处,世界上的武器,无有不破,没快不破,速度带给人怎样的恐惧?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速度也才6到8马赫而已,但目前的反导系统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开疑问是,欧洲就一片恐慌。 中国如果建成了35倍因素的风洞,对我们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9月21日,中国相关单位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了浮空气头发高超声速微行进缩尺寸模型头发试验。 这一次实验就直接测试了三种不同气动外形。 这些气动外形都是怎么来的,都是风都吹出来的。 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研发中国的第六代战机。 六代机目前在世界还处于比较朦胧的阶段,大家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反正大家都在按个字的想法摸索,不过有一些共识,比如,未来的六代机只有高智能、高隐身,还有高速度仅仅是部分指标。 也就是说,下一代战机一定是速度极高,隐身性能绝佳,并且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体。 速度极高是多高,至少是高超音速的标准,也就是速度起码在5马赫以上。 而目前的五代机,不论是F22还是J20,巡航速度都在2马赫左右。 如果让五代机来同六代机比,就好比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另一个开着法拉利,六代机只需要一踩油门。 即使五代机加力全开,以最大速度追赶眼望沉默级。 这种差别就像人用两条腿去追步枪子弹一样,步枪子弹速度约为800多米每秒。 玩过电脑游戏的人都知道,人同电脑打很难打得过,没奇迹的人机大渣我们都看过了。 即使是世界最强骑手,在面对阿尔法狗的时候,也是毫无胜算。 试想一下,未来一个比阿尔法狗还强无数倍的高度人工智能。 加着一架隐身性比五代机好太多,速度还是拟好多倍的战机来。 你还怎么玩?人家可能还有激光武器、电磁武器,指挥着一个无人机群进行围攻。 玩累了,还跑到外太空去转一圈回来,甚至还有其他一堆比你好,很多的武器与性能。 你还怎么打?这种差距,基本上就如同现在开GF22或G20去同螺旋桨飞机作战。 虽然武器始终不是战争的核心,不必要秉持为武器论。 在海湾战争的威力我们看到了,萨达姆百万大军面对美国的高技术武器,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也不能秉持武器无用论。 幸运的是,我们中国也走在了六代机研制的前列。 目前有很多国家都在研制六代机,中、美、俄、日、法、德、英、印度等等。 其中,以中美最为靠谱,其他国家连五代机都没搞出来,俄罗斯搞出来半个,直接搞六代机。 估计吹牛的成分大于实干,而人工智能,目前基本上是中美两强争雄。 如今,中国的武器颜值或许与美国还有那么一点差距,但这种差距已由原来的天壤之别,小不可及,到现在的同台竞技。 时至今天,中国空军已浴火重生,我们再也不必如刘玉滴他们那样,带着几十小时的飞行经验,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统拥有数千小时的美国王派飞行员应告。 我们再也不必如八百一千一百九十二王尔那般,架着七爷八爷去同仁引扛。 我们的将军如人华清闻,再也不必站在别人的航母上点起脚来渴望别人的先进。 我们再也不必如审重慧那般,在天上无问西东。 最后,祝福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吧,愿他的注意天姐,走向更辉煌。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